喷水车不断朝着人群喷水 警察手持防爆盾牌往前推进 还不时对地鸣枪 阿根廷民众集体上接抗议 手里还举着饥饿就是暴力的标语 阿根廷连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275% 总统米雷一上任后实行紧缩措施 依然没有明显改善 加上砍掉许多社会福利支出 导致民不聊生 许多人上街抗议 要政府提供贫困家庭更多的社会福利 日元则是再度贬值 跌到153日元兑换1美元 创下34年来对美元最低纪录 财务大臣林木俊一更表示 不会排除一切手段介入 财务幕僚也强调 日元疲软带来的好处正在减少 汇率过度波动对国民经济有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美国劳工部也宣布 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加3.5% 超乎市场预期 而联总会6月提前降息的希望恐怕落空 记得杨七号站一样报道